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就你知道今天是谁哪一部戏上都会要被骂的 对不对 对 你现在你会心里还那么消散吗 其实我真的不是太有这个压力的 因为第一我已经被骂了好久了 这个已经习惯了 我怎么觉得一直夸你呢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说得对 因为现在呢 这个很多渠道 你可以知道这个电影是怎么样的 是吗 就是很透明 很透明 第一天可能是第一场 就马上知道 这个千万不要看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 假如你是好的电影 嗯 你就会非常好 嗯 这个哇 在很最短时间大家都会知道 假如你今天这个电影是不好看的 那也是最短的时间 大家都知道 就马上就完蛋了 对马上就 所以呢就是可以非常好 也可以非常不好的这个效果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那如果是亏钱了呢 你自己不觉得有压力吗 呃 我 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 这个质量非常好 所以我是 欢迎这种 这种情况 对 禁得起这个挑战啊 对对对 你就只管被推出来做宣传 对对对对 我就是他们的工具 但是我觉得啊 你还是喜剧之王 就是说咱们还是讲这个喜剧 这是大家对你啊最感兴趣的地方 嗯 你就是喜欢喜剧是吗 其实你有多方面的表演能力 呃 我是吗 你觉得 但是你可能演别的大家也不接受 你真的觉得 这个是真的 我是确实是喜欢轻松一点 就是笑 就是我 我对于这个好笑的东西特别的 心想 是真的喜欢 嗯 他也是有时候很不能控制的就把一些好笑的 搞笑的东西也会放放进去 你看他这个你别看一个好笑 我认为让人笑啊是最难的 嗯 你好比一个主持人我跟你说讲深刻的话 谁都会背 但是呢 你要讲个笑话实际是非常难的 嗯 我看了一些他的片场怎么拍啊 我发现他这导演是挺有意思哈 说他就是聊这个演员都蒙了就是什么剧本都作废都不用看 就是找人谈话他就甚至有人说你是不是心里紧张 就是他在片场跟任何一个包括跟茶水就谈聊聊聊 甚至聊的聊的甚至十三不靠就是什么今天天气怎么样啊 最近什么东西好吃啊 他就一般他跟无数人就这么聊你是这么拍片子吗 嗯 对因为但是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呢就是哪怕是一个呃 比如说你说的这个茶水也好是一个 对 长工也好 那么他常常都会说一些东西出来蛮有意思的 很好笑 对啊 反正就是用得着 嗯 那所以我我我特别喜欢跟一些很多不同的人去说呢 总会有一些点指位在他们身上可以拿到的 对不要忘了他电影里面就出现过很多茶水啊厂物的角色 都很重要的 对 而且你知道就是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呃搞喜剧的人啊 嗯 有忧郁症 就是哈哈 你看那个Mr.Ben那个那个斗叫叫憨斗先生 安斗 他有忧郁症的 他真的是有忧郁症 他有忧郁症 对对对他是有忧郁症 很多啊这个弄喜剧的人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他透支了太多这种快乐吧 嗯 所以他自己私下里啊实际上情绪很不好的 哦 你觉得我没有没有 我没有忧郁症 嗯 私下里也挺开心是吧 正常的就是 嗯 可能会有时候会比较小说话 嗯 是吧 为什么呢 在想东西 不就是想听多一点 嗯 我觉得我有忧郁症 就是 就为什么呢 我觉得你有忧郁症 我觉得人家也有忧郁症 哈哈哈 我有忧郁症的这个 你都忧郁 也有忧郁症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就很奇怪 就是啊 我看这个喜剧片呢 不笑 就给我哭 哈哈哈 你这太忧郁 哈哈哈 他都知道 就我你先我先跟你讲 就最近 你说什么 就是最近有一个 就太炯那个电影 嗯 他们给我看 他们就说怎么这么好笑 我倒没有笑几声 但最后我哭了 你就哭 我就看着最后那个屌丝 那个王宝强 就最后那个泰拳 他那个啪的一下来 哇我就哭了 为什么 哎 这种哭我跟你说啊 我认为他们也受周星驰电影的影响 这种哭 就像是我看你那个大话西游 嗯 最后那个孙悟空啊 他那个情人啊 给牛魔王给死了还是怎么样 他就把那个牛 把那个牛魔王打了多少 棍打烂了 哎呀 你知道我看着我就哭的就不行了 你是感动 还是你觉得开心 还是你觉得感动 感动 好像看少林足球 嗯 就是你知道吗 那种就是特别差的人 特惨的人 到最后他熊起了 他有一个机会 他他他发光了 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容易让人哭 嗯 嗯 那那本来就是 那个情节本来就是一个让人感动的部分 哦 对不对 OK 那那那那会不会一些很很很惨的事情会让你笑呢 现在 哈哈哈哈 那我不成没人性了 哈哈哈哈 有有有遥远的距离都很好笑 我看1942总不能笑吧 哎 有会有两声苦笑 啊 他有的时候你看 太叹的笑 呃 就是就人在快饿死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黑色幽默 啊 有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点苦笑 嗯嗯 你怎么理解这个人的喜剧片里的笑和哭 哦 他都是有关联的 也确实是这样子 我们从这个查理的时候嗯 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最经典的场面就是一个在他这个电影叫城市之光 城市之光啊 我们大家都看过了 他就是一个 从从从光蛋这样子还是就吃一个皮鞋 对对对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示范 嗯 一个很悲惨的东西 对啊 他太穷了 他只只能吃皮鞋 那他怎么样去吃这个皮鞋 就是一场笑翻天的一个 嗯 一场戏 但是他 其实是一个悲剧 那其实就是 就是你看这个杯跟喜是多么的的相关呢 其实是 哎 你现在啊跟这个大陆人接触多了之后啊 拍电影会不会有一点怎么说呢 我们所说的那种 就是就是 忧郁症 有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忧郁症 就是你看 为什么 其实我我觉得啊 就过去大陆的大学生对这个大话西游 包括招相师很多电影的解读啊 难免有些地方啊有过度地方 附会牵强 我认为一开始你可能是很单纯的 就是想想这个这个 呃搞笑 对对对对怎么样开心 就是搞笑 但是最后被人有了很多解释之后啊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反过来现在会不会对你有压力 你会觉得我现在不应该单单让人笑 我还得让人觉得我有水平 有深度 有高度 你会有这种自我的压力吗 我还是觉得呃 假如你是一个喜剧的话 你就首先要做到这个搞笑的效果 这个更重要了 嗯 嗯 你当然 我也希望大家觉得我很有水平的 哈哈哈 越高越好 我我我我我希望吧 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呢 其实是最难做到的 就是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一个喜剧 你能真的把它做到做到搞笑的话 嗯 这个太这个太不容易了 但是这个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对 上去其他我是不是很高 还是怎么样 嗯 这个这个还是把这个最基本的东西要做好 而且啊我觉得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人的笑点啊 嗯 越来越越高 嗯 就是说你十年前 要让一个人笑比较容易 嗯 现在越来越难 对对对这个太难 很难很难 所以头发都白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奉旨向全球华人拜年 团圆夜请安坐家中 与家人一同分享 由本年度最亮眼的华人艺术家们 组合配搭 极尽视听之余的年夜大菜 龙凤城翔 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3 大年除夕凤凰卫视中安台 新世代青睐 行动开始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贡酒 有一个话题 我觉得特别好奇 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星爷的喜剧 咱们知道在大陆 那就是多少人迷疯了 包括我在内 每一部都要看 其实呢 它的有些东西 如果是有人学你 你看在大陆的思想体系里边 你知道三俗是怎么回事吗 三俗 俗气 我们有个叫三俗 雍俗 低俗 还有个什么呢 媚俗 媚俗啊 什么比俗啊 就是这个 有这个啊 有些学他的这个东西啊 实际上在我们那里说 这个太低俗 三俗 半个猪吃老虎 半个猪头 对吧 可是他呢 又运气这么好 他在我们大陆 我觉得很有文化 谈周星驰是一种哲学 你知道 这是北大热门 期末当年 对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 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你不用 我们说的很多港台式的 搞笑的方式 过去在我们那 就叫三俗嘛 就是说很俗气 不提倡 可是他的这个东西啊 被大陆的文化人 电影研究的人 当成就所谓 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文本 什么那些词 咱们都听不懂啊 什么反讽啊 什么这个道错呀 什么这个那个 哎 我觉得多有一点 说什么瓦解 什么高雅啊 什么这些后现代 其实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就是自嘲嘛 就你有多懂得笑自己 就有多懂得自嘲这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你听得懂吗 一点点一点点 自嘲嘛 对 嘲讽自己 嘲讽自己 对 嘲讽自己是有的 对 那你觉得就是就是好笑的东西 是比如说是不是平常你看报纸啊 看到什么新闻 或者看到什么事情 你脑子里就会出现很多联想 就会觉得这样弄很好笑 会是经常这么想想问题吗 都会 其实这个点子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啊 就 其实硬核东西都会有 有时候也有些启发这样子 比如说你刚刚说自嘲也是一个 喜剧里面的一个方 其中一个套路 你知道 喜剧有很多搞笑的方法呢 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对 所以都都可以的 其实你自己作为搞电影的人哈 你是不是会看过所有的比如说大师的这些经典的电影 你都看过的 其实大师也好 还是不是大师的其实我都看很多的 啊 书呢 你都看 书也看 就是乱七八糟都看 嗯 西游记看过几遍 西游记我看过 我西游记就没有整个看 都是里面一段乐段乐的看 嗯 没看完过西游记 没看没从头到尾看完过 从头到尾看完就拍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你对孙悟空 对这个唐僧这几个人 你自己怎么理解 嗯 他就是徒弟嘛 这个都跟着这个师父去取经 嗯 是吗 但是他们是妖怪 在原著里面 其实他们也是妖怪啊 他们 但是最后就 要跟着这个 所以我常常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他们 呃 呃 他们是 一个妖怪的这种 呃 呃 这种组合 呃 对对 他 就是他们 心里面的 妖 妖的这种魔性 嗯 其实 是一直都应该有的 是吗 嗯 所以其实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就是 唐僧 他就带着几个妖怪 嗯 去 去取经的路上 就要面对其他的妖怪 对 他们也会对抗 其他的妖怪 但是他其实带着几个 其实终于是这样坏来了 对对对 对对 所以这个蛮好玩 嗯 里面就很多矛盾 这就是反讽嘛 嗯 对 是吧 对 他学习自己带 这个妖怪 而且这个唐僧 还是人类这种 比较正经的 对对对 最正经 最严肃 有求道精神的 他今天带着一群 有点妖气的这种 好像也要被他驯服 要跟着他去干这件事 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组合里面就充满着戏剧性啊 在里面很多发挥的空间在里面 你是不是对西游有一个特别的情节还是什么 为什么因为你很少 比如说一个题目这样子要重新再做一遍 啊 西游我觉得肯定是应该做的 因为他是一个一个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 就还呃里面太多丰富的环节 你看他的断不同的段落太多了 嗯 呃里面都是呃这种天马行空的的想象力 嗯 有很多我认为就是用现在的最高的科技 要把它做出来还是很难很困难很困难 因为他这个想的太太太大了 他的他的这个想象的东西太大了 对孙悟空72变72变现在的特技都能做得出来了 对但是譬如说你这个海龙王你就不知道要搞要搞多久啊 他这个旋这个武器你知道吗 嗯 他要旋武器啊 嗯 武器 武器对不起 武器 我还要派武器武器 旋武器 旋武器最后呢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最后就跑到这个海龙海里面就把这个凳定海神针 对这个好我就用这个这种都是一些我认为是想象力啊 是是旷式旷式的想象力我觉得 哎呀你你所以里面有太多这种东西我觉得 呃要肯定要把它做出来的但是其实我也想了很久 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也想很久才得到现在这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方向 开始所以你看你从他身上你能知道他景仰什么 对他景仰他一个景仰想象力一个景仰真功夫 哈哈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呃一些一个人在边缘状态的一些矛盾 比如说要妖精的状态嗯 当孙悟空他是妖精的时候但是他你说他是有妖气吗 那他当然是个妖怪嗯 但是问题在于他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恰恰是最后要他放弃 妖怪这个这个面向的哎这个很有意思 对不对咱们去一下广告再聊 嗯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摄权审美贺罪节目 大年初三 灵魂精彩 校寇常开 无常满 神灯赫岁 远你新年新月 这么多钱 我怎么拿走 我这么麻烦呢 当逢电影人 集集一堂 见证荣耀时刻 一百年皇室盛会 华丽振荣 以歌舞祈福 小龙县锐 蛇泉蛇美 凤凰卫视中南台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书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 就是太太乐书之仙 品味经典酱香 共享美好未来 喜酒 教堂一九八八 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西游记最后的章节 你还不知道 所以西游记最后是成道的 所以但是 我还以为你知道 成佛了 到了如来佛那边 他成了 斗战胜佛 斗战胜佛 但是我还以为你知道 为什么 比如说你原来 我们看大话西游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悲剧 让很多人感动的 感情悲剧的一个元素 它的一个基础 就在这个设定上 就因为孙悟空 他是个妖精 蜘蛛精也是个妖精 这是个妖精之间的恋爱 但现在问题在于 孙悟空他要走一条 不再做妖精的道路 他不能再是妖精 他要跟着师父去取经 然后取经这个过程 他会变 他回不了头 那所以这个悲剧 才会发生 那所以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是妖精 但是又不想做妖精 又或者说 他也许还想做妖精 但是被迫不能再妖精了 这就会出很多故事 很多矛盾出来 对 你觉得孙悟空有人性吗 我觉得孙悟空 他什么都有 他就是他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 一个人 一个妖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对 你看他 但是他肯定是 有他的非常 坏的一面的 对 当然他也有好的 我就觉得 要不然就你知道 任何人还是所有的 对 标准 的character 都是都没有绝对的嘛 都是里面的 但是他肯定是坏的 这一面的 都我们都看过 西游记里面 他老是偷 偷吃什么东西 老是换亏的 对 老换亏 但是大家喜欢他 对 就是因为他的坏 对 对 就有点像喜欢猴子一样 对 所以他真的是个猴子 因为我们都有 我们还是有缺点 喜欢周星驰 也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 不是因为我烂 对